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欢迎再次来到每日言经事宜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五章 那么今天仍然是在神小玉和西亚的过程里面 特别针对我们有关于在领导者本身 以及祭司他们的位分上面的一个迷失 所带来的这些神的小玉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第五章的相关经文 众祭司啊要听我的话 以色列家啊要留心听 王家啊要侧耳而听 审判要临到你们 因为你们在米斯巴如网罗 在塔伯山如铺张的网 这些悲逆的人事行杀戮 罪虐极深 我却斥责他们众人 以法连为我所知 以色列不能向我隐藏 以法连啊 现在你行赢了 以色列被玷污了 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 因为有银心在他们里面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在这段经文里面的一到二节 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提到了米斯巴跟塔伯山 那么同时我们也看到了网罗 那么这是猎人打猎的时候 经常所使用的工具 而米斯巴跟塔伯山 都是森林茂密之处 所以神在这里 小遇了所有的这些祭司 以色列这些百姓 要留心听 要侧耳听 因为审判就像猎人的网罗一样 即将临到 第二节里面提到 这些悲逆的人事行杀戮 罪虐极深 我却斥责他们众人 我们看到神在第四章里面 针对领导人 在这里也开始谴责于民 特别是针对领导者的崩坏 提出了很大的一个警戒 在这里面劝借领导者 要持守公义 因为审判将领 就像在米斯巴 在塔伯山的网罗一样 而第三节 以法连唯我所知 在这里的知 我们可以看到 第四节里面 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 耶和华知道以法连 以法连却不认识耶和华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就不属于神 因为诚如我们前几集所提到 在西伯来文里面 特别针对认识这个词 是有他约上面的相互 相属的这样一个情形 所以当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 我们也就不属于神了 而重点是在于 因为我们有淫乱的心 在这边 武当的第五节到第七节 经文如此记载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故此 以色列和以法连 必因自己的罪孽跌倒 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 他们必牵着牛羊去寻求耶和华 却寻不见 他已经转去离开他们 他们向耶和华行事鬼大 生了狮子 到了岳术他们与他们的地业 必被吞灭 我们仍然看到这里指成了领导者的一个崩坏 特别在五节的前面提到 以色列的骄傲当面见证自己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 因为骄傲跌倒 自己实际上审判了自己 成可谓自作虐不可活 那这里面呢 不仅提到了北国的以色列跟支派以法连 在第五节的后半段还特别提到了 犹大也必与他们一同跌倒 我们看到本来 和西亚是北国的先知 针对像以色列以法连这样的 北国的支派或者是土地 我们知道他的一个谴责是应当的 那为什么犹大也在这里面 一并被指责也一并崩坏呢 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的地土相连 静默者黑 所以以法连 以色列 犹大 在经文里面我们处处可以看到 一并的被提到 因为他们要共同受责 在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第六节里面也提到了 去寻求越华 这是要去献祭 可是却寻不见 为什么呢 在前面的四章以及第五章 我们可以看到 以色列人的一个淫心的一个淫乱 当这些淫心淫乱要再悔改 时间上耽搁胜久的时候 那么延迟的真神献祭 事实上是不为所喜悦的 因此寻求越华却寻不见 而且在第七节我们看到 到了月术本来是一个新月的一个庆典 在这个世界变成了梦业 所以我们看到 神对领导者的崩坏的谴责 是相当的强烈 那么接下来在第八节里面提到 你们当在基比亚吹脚 在拉玛吹号 在伯亚文吹出大声 说 辩亚敏啊 有仇敌在你后头 这里提到了三个地名 基比亚 在过去我们知道 是立位祭司 分屍他的妻子 那这里面也因为报复 残杀了辩亚敏的这个支派 在拉玛是百姓向撒姆尔群求一个王的一个建立 而在伯亚文则是拜偶像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 杀戮 拜偶像 求其他的这些保护 而不向神求的时候 仇敌也就跟随在我们的祸头 第九节到十一节里面提到了 在责罚的日子 以法连必变为荒唐 我在以色列支派中 只是将来必成的事 由他的首领 如同挪移地界的人 我必将愤怒倒在他们身上 如水一般 以法连因热从人的命令 就受欺压 被审判压水 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遇事代表将来的贝 而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特别在第十节里面 指称了犹大的一个罪迁 因为他挪移地界 而各位弟兄姊妹 我们都知道 挪移地界在古时 是一个必死的罪 而在这里面指的是 犹大他求于亚述 使北国受到牵连 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 而这样的挪移地界 神也必将愤怒倒在他们的身上 就像倒水一样 十一节里面提到 以法连因热从人的命令 就受欺压 在这里面指称了 以法连的一个哀歌 因为他们要被审判压水 他们在犹大之后 也求于亚述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这两个神重要的子民的国度 在这里面 犹大 南国 以色列 北国 都同样的不求于神 而求于外邦的保护当中 十二节 我使以法连如虫柱之物 使犹大家如朽烂之木 以法连见自己有病 犹大见自己有伤 他们就打发人王 亚述去见 爷雷不亡 他却不能医治你们 不能治好你们的伤 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 神再次地谴责了领导者 而且对领导者来讨伐 他要像虫柱一样 他要像朽烂之木一样 在以法连跟在犹大的家中 因为他们自己有伤 自己有病 却寻求了外援 而不是寻求神 因此呢 在这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寻求外邦的过程里面 外邦的这些保护 却不能医治他们 也不能治好他们的伤 也就代表 神将在身心灵上面 败坏 以法连 跟以法连 接下来十四十五节 我必像以法连如狮子 像犹大家如少壮狮子 我必撕裂而去 我要夺去 无人搭救 我要回到原处 等他们自觉有罪 寻求我面 他们在极难的时候 必窃窃寻求我 我们看到神 对领导者的讨伐 他要像狮子一样 撕裂他们 要夺去他们一切所有的 无人可以搭救 而神在十五节里面 却仍然提到 他要回到原处 回到原来 与犹大 以法连 立约之处 在那样的一个时间 在那样的一个 等待之处 让他们自觉有罪 来寻求他的面 因此 在极难的时候 如果切切地寻求他 神必原谅 所以我们在这里 可以看到 期盼犹大 以法连 回到神的殿 也就是原处来悔改 求主帮助我们 当我们在需要神的保护 需要神的救赎的时候 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想到神 而不是外帮别人保护 因为这不是神所喜悦 因为他的立约 很久存在信实与我们 我们就当与他共同立约 成为他所喜悦的百姓 成为他所喜悦的殖民 全心全意的依靠他 愿神祝福各位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